那些日常開支、電費、水費都不是我家的 所以我都不太清楚 我只是花錢而已 租啊 加上日常生活洗費可能12萬 都是幾千元左右 不太清楚 因為我只是花錢而已 不知道 我想五位數左右 一萬兩萬也不知道 據我所知,家庭可能是一萬初頭 三個人加起來 我們比較大小 其中自己都出了很多街 開支比起 其他家人來說應該是相對較大的 應該是我兩個妹妹 他們經常都買衣服 我應該是爸爸 養一下金魚、種一下植物 加起來可能又洗不少 我覺得應該就是我 我通常有什麼想吃 就馬上去吃 有什麼想買就馬上去買 很少看價錢 或者是價格 我也大小 逛街看電影、吃飯 三、四千元左右 都是我 爸爸、媽媽都不會怎樣花 基本上他們會見我沒有錢 就不會扔錢給我花 都沒有說一定虧限錢 但可能儘量都一天會儲少少錢 一天有一百元可能都會儲5至10元 一半一半 有些可能用來儲或投資 有些可能用來自己花 及時行樂 有錢當然是用不了 不會計劃很多儲蓄的計劃 一部分的錢去應付一些日常開支 再把一部分儲蓄 以為不時之需 帶少些錢出錢 一定要精打細算 什麼都要記錄 哪裡用了錢 自己定一個數目 每個月花多少 如果這個月花得了 你可能下個月花少一點 你維持那些數目 可能錢在App那裡 會比較好管理 最好可能分開每個範疇的管錢 我去旅行有一個戶口 外出就可能一個戶口 如果有App給你做到 我覺得挺好